你要在社會的觀點來看 那真的 朱小天混的就是最差 真的是這樣子啊 我說實在話 因為 工作的事情 我之前真的是很低潮啊 你看一年多沒有收入 哪一個男人一年多沒有收入 自己心裡面會受不了 不是說我還有沒有錢 是我的價值呢 我的價值呢 不見了 我沒有不想努力啊 我也想做點事 可是做什麼都到處碰壁 比誠實豆沙包還誠實的朱小天 說到21年 卻有一半的時間都不順 連自己都不得淒姐到底怎麼了 近期流量最高的moment 竟然還是被同名網友嘲諷過氣 因為我覺得 那個流量突然蹭一下就起來了 我怎麼好久沒有這麼受人關注 對 我非常奇怪 為什麼要是非才能 對 為什麼變成這個樣子 就非得要你要激起別人的那種狀態 你才有流量才有話題 就是那一刻我覺得好恐怖 畢竟上一回流量巔峰的日子 是20年前 那時他是偶像男團F4議員 全亞洲為之瘋狂 不過四個帥哥聚在一起被比較在所難免 我剛有跟大姿姐講 他說他這裡面最下枕的 不要這樣大家都是人 我比較像正常人 其實我說實在好 我不知道我是對的還是錯的 當年跟他們三個一起相處的時候 我會覺得他 Fanessa要好一點 我會覺得Jerry跟仔仔很必俗 就是你都已經到了這樣一個環境 你為什麼不出去看一看 不去體驗一下 這西班牙耶 巴塞隆納 你半輩子長到這麼大 沒有來過歐洲耶 為什麼不是出去看看是關在房間 我就覺得好奇怪 然後事事都是 可能他們真的就是很藝人吧 真的都是保護得好 我是怎麼樣 可是我現在在看 好像人家也沒有混得不好 好像我也沒有混得比較好 你說我嗎 我們沒有賺到錢 你以前真的是公司賺錢 對 所以我們幾個事實上沒有賺到什麼錢 你說我嗎 我是沒有 其他人我真的不知道 我說實在話 我到現在架最高的case 就是那個 那個觀光局 觀光局我記得是八千萬分四個人 對那是我拿到最高的一次 所以我每年都幾個都有演出 都很少錢 都很少錢 對那個大概就是兩萬美金 經過台灣偶像去洗禮之後 他轉往中國發展 2013年一度跑到泰國體肚出家兩個月 還俗後 先是到北京電影學院念導演習課程 又在對外經貿大學 零售管理系 攻讀碩士學位 長知識了 事業反而不見其色 那我就想說 那我就不要去思考工作的事情 我就想生活 你說像以前我們會覺得說 業配這種就有點漏啊 好像就是 直接就跟客戶廣話 可是你想想看 現在這個時代 本來就是 要越貼近你的客戶越好 所以我覺得 今天你有經驗 店 我名下什麼都沒有 我名下連車子都沒有 你在北京沒有房子 沒有沒有 我所有東西在他們家 結婚之後嗎 你結婚之前有吧 有房子嗎 有啊為了結婚賣掉啊 大連換了一套給他媽媽 我是F4裡面房子買最少 然後還是唯一一個房子 都沒有買自己名字 你說結婚 結婚以前就是啊 買給我爸的也不是我的名字 買給我媽的也不是我的名字 是一個貨物財神 我很怕名下有東西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負擔 所以我覺得 沒有 就是沒有太大的意義 說實在話 整個大環境也不好啊 內地現在這邊 也其實也沒有 很大的空間 給台灣藝人 其實藝人真的很餓 你說 我說實在話 我真的覺得 藝人哪裡來的政治立場 我們就是一群水火族的 哪裡有錢 請我們哪裡願意讓我們去表演 我們就去的人 哪有那麼多政治立場 我真的覺得厲害了 那這樣子 你們兩邊好好講完嗎 誰厲害我們就當誰是大哥就好啦 幹嘛一直要比藝人出去表態或怎麼樣 對不對 朱孝天似乎看破紅塵 什麼都聊 什麼都不奇怪 沒想到最後的最後 竟然語出驚人 說實在 給我照片 也是要謝謝你 因為 台灣也沒什麼人想知道我的事情 除了你 我沒有 他也都這樣講 真的啊 加油 加油 加油